几乎是全身看在了以上 有很多人会说 命运对我很残忍 可是我觉得 上天对我还是很罪悟的 记得一回 那么长的一段治疗 生病的过程 真的很遗憾 我刚才是听楼上邻居在讲 觉得很心疼 加速决定的你 2月2日出载去10点 高兴降测 向这位死命倒数来告别 单纯凡出事的时候 就在到先天性骨催性 积极危塑症 自小凡就在论义 这不简单 抗到台台过家下 向主书法律 所以因为索射一顶大戒 直书向下切点 但是他玩不放弃 那他本书 扣到的书 还去到美国 提到哈佛的书 美式根大学 发学批书 只空这三年 因为被民进党 提名 和他的姓名告示 和国家座人了解 所以这个对话 过来的中国人 在特殊节目顶头 这样把考试 这样把批书 残疾人推上去 删情的 然后那个残疾人说 这个支持民进党 虽然看得出来 他是有意无意的 在隐秀我 可是我会觉得 反正他模仿的又不像 第一个我手又不能动 然后第二个 颜值上我也比他帅太多了 所以我这个 他讲说不用介意 如果你闭起眼睛 闭起眼睛的话 听他的声音 还有听他讲话内容的话 你不会觉得说 他是一个这样的身体 有严重障碍的人 你会觉得说 他是一个充满生命力 然后呢 也很正向的一个人 听到丹顺和贵心的消息 在后 这个王子安 也说 他是爱党 党欠 永远无法度团达 丹顺和一生严厉健康 让人永远少年 民視新闻送合部